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新闻公众师老师 最近一段时间是美股的财报季 上一期视频和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英特尔本季的财报 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再看一看它的老对手AMD的财报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 首先在这边声明一下 我不是投资顾问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纯属娱乐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另外我本人也持有一定的AMD和304的头寸 利益相关的特辞说明一下 上期视频也说过 作为一个芯片行业的从业者 不管我们是否炒股 都其实有必要去看一看这些上市的芯片公司 或者是高科技公司的财报 因为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公司和技术发展的大方向 并且了解到一些行业发展的趋势等等 当然从我个人角度 我觉得不管你从事任何职业 都非常的有必要去不断提升自己的财商 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所谓的资产和财富 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收入来源 那么不管你的银行账户里是有1万还是有100万 财商的培养都是必须的 那么在我看来 读财报就是提升财商的一个比较好的手段 好了扯得有点远了 那么在本期的视频里 我们还是从公司的整体的财务状况 各部门的发展情况 还有下个季度展望这几个方面 对AMD的财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同时由于AMD收购了这个IPG公司赛琳斯 我也会一起来看一下赛琳斯本季度的财报 并且和英特尔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在月26日股市收盘之后 AMD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 以及2020全年的财报 财报显示AMD继续保持了非常强劲的财务状况 包括在营收利润还有美股收益等等 在内的各项财务指标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增长 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AMD的股价接连下跌 接住我做视频的时候 AMD在这周的股价已经下跌了1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么从整体来看 AMD在第四财季的总营收为32.44亿美元 去年同期为21.27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53% 远高于市场预期的30.2亿美元 也高于AMD自己预期的营收区间的上限 也就是31亿美元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AMD连续五个季度的营收增幅 同比超过了25% 那么利润方面 第四季度的毛利率为45% 略低于分析师预期的45.1% 净利润为17.81亿美元 和去年同期的1.7亿美元相比 增长了948% 对你没看错 净利润增长了将近9.5倍 此外AMD的每股收益 本季度为1.45美元 去年同期为0.15美元 同比增长了867% 然后本季度公司的现金 现金等价物 以及创造的现金流等等财务指标 也都取得了同比和环比的大幅增长 那么从本季度的财报来看 AMD的财务状况和增长情况 可以说是非常的性感 相比于老对手 英特尔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AMD除了毛利率不及英特尔的56.8%之外 其他的包括营收利润收益等等 各方面都保持了极其迅猛的增长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AMD2020整个财年的数据 总营收为97.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45% 高于市场预期的95.4亿美元 并且再创公司的历史新高 毛利率为45% 同比上涨两个百分点 毛利润为43.47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52% 净利润为24.9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630% 每股收益2.06美元 同比增长了587% 那么看完这些数据 我真的真的要给苏妈贵了 我一直都认为苏妈是当前芯片和半导体行业 地表最强CEO没有之一 也不接受任何反驳 那么AMD主要有两个主要的业务群 一个是主要专注于个人计算机领域的 所谓计算和图形事业群 另外一个则是主要针对企业嵌入式和半定制计算的相关业务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这两个业务群在本季度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计算和图形事业部CG 这个部门的主要产品包括台式机和笔记本的CPU 以及相关的显卡业务 那么在本季度这部分业务的整体营收为19.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8% 这主要受到了锐龙处理器强劲销量的推动 那么我特别去看了一下财报电话会议的会议记录 在这里面李萨苏提到2020年整个PC市场增长了大约13% 但是AMD在PC处理器领域增长超过了50% 那么这既包含了桌面端也包含了移动端 对于桌面端处理器 苏妈特别强调了基于Zen3架构的锐龙5000处理器的销售尤为强劲 季度销量比之前任何锐龙处理器都至少要翻倍 对于移动端基于锐龙4000的笔记本销售也创下了季度和年度的销售记录 那么在2020年有超过100种基于锐龙4000的笔记本产品推向了市场 此外在刚刚结束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 AMD还在主旨演讲里发布了锐龙5000移动处理器 不过这次发布遭到了不少人的吐槽 比如之前在视频里提到过的著名的油管频道GamersNexus 就是说这个是他看过的最无聊的Keynote 他还做了一个统计 在这个接近一个小时的演讲里 总共只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在介绍这个AMD的新的产品 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种的商业互吹 高管访谈啊这些尬聊 我放一段在这里呢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Lisa Su has made a name for herself as an industry leader who is pursu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hat change the world Thanks for providing those insights Congratulations for Keynote in this year in AMD And also for all the success of AMD You know really really thankful for our partnership And AMD has been an amazing partner through all this Lenovo has some of the best solutions with AMD products Well look first congratulations I'm super grateful that we have AMD with us 好了看完这些如果我们结合英特尔之前的发布会的情况呢 我们就能发现AMD在发布会里绝口不提自己 但是呢竞争对手英特尔在发布会里却不停地在提AMD 那么这两家的操作都很迷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AMD这个企业嵌入式和半定值事业部 EESC的情况 关注过比较久的朋友们呢应该都知道 这部分业务是我重点关注的领域 特别是它的这个服务器相关的业务的情况 这个呢才是未来AMD和英特尔一争高下的最主要的战场 那么在本季度呢 EESC的总营收达到了12.8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76% 其中呢包括云计算和企业领域的服务器业务呢 取得了创纪录的营收 服务器CPU的销售呢相较去年翻番 这些都是非常强劲的数据 那么包括谷歌啊微软啊腾讯在内的很多云计算提供商呢 都在扩大Epic处理器的使用规模 此外呢包括阿里啊亚伯逊的AWS和加古文等公司呢 也都在部署基于AMD CPU的这个计算实力 此外呢 那李萨苏还在CES上提到了将在今年的3月正式发布这个代号 这个代号名为米兰的第三代Epic处理器 关于米兰的表现呢 特别是它能否在这个服务器市场从英特尔手中夺下更多的份额 都是业界非常关注的重点 那么除了服务器业务之外呢 半定制业务也增长十分强劲 这主要受到新一代游戏主机的驱动 因为微软的Xbox和索尼的这个PS5都是基于AMD的处理器和GPU 但是由于需求量太大 目前的产能好像存在一定的问题 而且预计今年上半年呢都会延续这样的情况 好了 说完了AMD的这两个大的业务群呢 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赛林斯的财报 之所以说赛林斯呢 是因为之前AMD宣布将以350亿美元股票收购赛林斯 关于这个事情呢 在之前的视频里呢 也给出了详细的解读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 赛林斯呢 也在1月27号发布了最新一季的财报 它本季度的营收达到了8.0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1% 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其中呢 有线和无线通信事业部增长了2% 这主要受到这个5G的全球部署带来的业绩推动 这个呢 其实和英特尔IPG部门PSG也形成了一定的对比 后者的整体营收呢 在本季度同比下降了16% 主要也是受到5G商用转向ASIC方案的影响 那么这里都是和5G相关 大家可以这个细品一下 此外呢 赛林斯的汽车和消费业务呢 营收增长了14% 其中汽车业务创下了营收记录 这个和英特尔的Mobile比较相似 然后呢 宇航军事工业和测试部门同比增长了25% 但是数据中心部门同比则下降了15% 环比暴跌了45% 那么根据赛林斯的说法呢 这里主要是由于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影响 上一个季度呢 某个企业带来了一波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个集中采购 并且创下了历史记录 那么本季度呢 自然就进行了一波回调 所以从整体来看呢 赛林斯本季度的业绩和财务状况呢 其实都还不错 由于正处于收购的这个过程里呢 所以赛林斯并没有召开财报电话会议 也没有给出接下来的这个业绩展望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AMD下个季度的业绩展望 AMD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呢 会在32亿美元左右 相当于79%的同比增长 全年营收预计为134亿美元 增长37% 这也代表2021年呢 AMD将再创营收记录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财报发布后的这几天 AMD和赛林斯的股价蹭蹭的往下掉呢 大家都知道 AMD的股价在过去的几年里呢 一飞冲天 从2016年的2美元左右呢 一直暴涨到现在的八九十美元 在2020年的AMD股价接近翻倍 远超于费城半导体指数50%的涨幅 而这段时间里呢 它的老对手英特尔的股价呢 则下跌了15% 但是从上个季度开始呢 我们就能看到 AMD的股价的增速 有明显放慢的趋势 那么在第四季度呢 AMD的股价上涨了12% 和标普的大盘持平 但是呢 低于费城半导体指数 25%的这个涨幅 那么为了寻找其中的原因呢 很多人都比较关心 这个AMD的供应链问题 在本季度财报会议里呢 利萨苏也承认 由于需求超过了预期 AMD在年底也遇到了一些产能的问题 但是这些产能紧张呢 主要集中在低端的PC市场 和游戏主机市场 同时呢 AMD也预计2021年的产能 应该可以满足 目前的这个需求预期 此外呢 美股最近一段时间 都在进行一个普遍的回调 那么AMD呢 也不例外 这个也是资本市场正常运作的一个表现 那么除此之外呢 AMD股价下跌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市场其实也在审视 AMD下一步的发展 特别是在之前两年 创下了这个增长奇迹的前提之下 AMD能否进一步的破权 特别是在数据中心领域 以及AMD在重金收购304之后 能否将其很好的 整合进资深的业务里 这些呢 其实都是投资者在观望的重点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欢迎帮我点赞分享收藏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呢 欢迎点一下关注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 不断带给大家 我是老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